梅西在中国香港的比赛当中没有登场 没有领奖 让嚷嚷着脸一直到比赛结束之后 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很多的一些反响 直到昨天在东京的比赛之后 我觉得大家才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而且多方也是有了很多的一些表态 我个人感觉中国球迷这次被爽了 梅西有点傲慢了 你是怎么想的 这么糊涂吗 我觉得梅西直接生涯了这么多年 人设建设的挺不错的 球队在各方面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不管走到哪儿 我觉得大家都很维护他的形象 是吧 离不了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大家想听一个解释 你包括昨天梅西也发了一个微博 我觉得他发的这个 首先大家是扒出来了 是四传说发出来的 可能根本就不是梅西写的 而且在这个表态当中啊 我觉得也不够真诚 没有说明真正的原因 甚至说我觉得在这次的危机公关当中 迈阿密热和这个迈阿密国际做的 我觉得很多地方让我们理解不了 再一个就是梅西的团队在干什么 是吧 通过这个事儿啊 确实让大家感觉到 你说你伤了 你在日本训练当中啊 这个乐乐呵呵的 是吧 比赛当中踢不上场 而且呢 这个非常的生风火火啊 这哪像有伤啊 是不是 想不明白 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吧 确实让大家感觉到 整个这一次的操作当中 似乎有很多东西是被掩盖了 没有真正的和大家说清楚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 那么你说这个三月份 阿根廷啊 将在这个杭州啊 对阵这是宁日亚和克特迪瓦 必然这两个球队是非洲杯啊 这个关亚军的球队 这个韩吉亮足 但是你觉得阿根廷这场比赛 梅西不管你来的有什么样的表态 大家还会去捧场吗 我觉得很多球迷不会那么执着的 是吧 比你耍一次 真是一招被蛇咬十年化精神 我觉得大家都会 有一个另外的选择 是不是 而且这个比赛能不能成形 我现在打一个大大大大号 最关键一点 这个事情啊 其实能看出来 我们呢 在举办这些比赛当中 约束条款够不够 我们不去反思别人怎么样 别人怎么做的 最关键我觉得 日后啊 在中国再举办这样的比赛 我们该邀请什么样的球队 堵至一个球星的身上吗 这个球星的所得所为 能不能够对得起大家 还有一点 就商业操作这种比赛当中啊 你这个危机公关的能力啊 就是因为C罗的这个事情在前 没戏在后 连续两次这个事情啊 让大家真的看清楚了 一个球队啊 是谋的是这个名 还是谋的是利 确实是这个 在危机公关当中的表现 也不一样 列亚德胜利啊 马上啊 这个就是退票 而且呢 补偿这个机票 酒店各方面 而球队呢 这个多方面出来道歉 是不是而这个 迈哈密国际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球队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你这个本身 这次比赛的形成 整个安排就乱乱轰轰 那我就感觉 这事出来之后 确实让我对梅西和他的团队 以及迈哈密国际 对小贝确实有很多的不理解 可能啊 这个事情还会再发酵一段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 梅西的这一次的 整个的这种举动当中的 一系列的细节 让大家觉得 太跌分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问题 大家一块来交流交流 确实让我感觉 大跌眼镜 Wales 换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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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